日本青春女星为了一意竟然和大肥老师吻,互摇嘴唇,还抚摸对方油腻腻的身体。网民,好累啊。 改编自日本同名漫画的电影《赌博默示录》,男主角伊藤开斯的注码是以百万甚至千万计的天文数字,赌钱以外更赌埋手指及耳仔,令人炸舌。 日本网上电视台AbimerTV借用《赌博默示录》的桥段,制作节目真实开斯大赏,招募市民参加不同挑战,最终胜出者可获得一亿日元奖金,女团乃木百四十六千成员大合力蔡义完埋一份,为赢得奖金与大肥老师吻,被网民痛骂为钱不惜出卖色相。 真实开斯大赏,GP,提供各式各样的其他挑战,例如一路被大水猴射水一路跳大绳,剃光头,剃眼眉及完层层跌等,挑战者要跨越重重难关,才能赢得一亿日元奖金,约七百万港元。 而大和李蔡挑战的竟然是与半落外国大肥老师吻十五秒,片段可见他淡淡定吻下来,豁出去,不但没有半点退却,众同对方吸道哭咬嘴唇。 腾原龙也主演的《赌博默示录》,赌图要突破重重难关,赢得巨款。 对普通观众来说,也许会赞叹大和够胆识,或是觉得偶心,但对他的粉丝而言,这片段比驱魔人及猛鬼街等鬼片还恐怖,感叹为两餐咩都肯吃钱事。 在日本奶木百四十六的专属讨论区内,粉丝以背报形容这个画面,亦有网民看过影片后叫大和退出艺能界,亦有人画号羡慕与大和失吻的肥老。 真是凯思大赏于下月十五日正式播出,相信届时将掀起更多话题。 大和理财师吻前还面露笑容,期间重负摸对方身体,难怪粉丝抵倒烟火爆。 网上图片,这名男子参加完TBS电视台的人生逆转Battle开丝后,在参加AbimerTV的真是凯思大赏,究竟戏好等前史,并戏电视台安排的临际。 网上图片 其实在真是凯思大赏出现之前,日本TBS电视台已曾制作过类似的节目,名为人生逆转Battle开丝,人生逆。 电视台招募了12位参赛者竞争200万日元,约14万港元,奖金。 这些参赛者背景各异,但都有一个共通点,负债累累,个人的欠债金额由最低15万日元,约1.1万港元,至8亿日元,约5600万港元,天文数字。 不少观众认为参赛者的背景设定太假,四电视台找来一群临时演员作戏,不过毕竟综艺节目还是有剧本,认真变输了。 真是凯思大赏的参加者要克服不同挑战才能赢得1亿日元奖金。 电视台图片 电视台图片